不见不散 并且披露了中国火箭军的快速发展 报告揭示了中国火箭军的部署 基地坐标以及其装备的升级 表明自2017年以来 中国火箭军可能已经增加了至少10个导弹发射率 显现出为大量生产核弹预作准备的迹象 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份报告不仅详细列出了火箭军各单位的指挥官 驻地地址及经纬度坐标 还指出火箭军在台海及南中国海的战略部署 及潜在威胁 报告分析认为 中国火箭军的快速扩张 可能是为迎接未来的核弹生产及战备做准备 此外 报告还涉及美军如何利用公开信息 卫星监控及电磁信号 侦查等手段掌握中国火箭军的动向 展示了美军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 然而 不同的专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有专家认为 报告夸大了中国的军事实力 甚至质疑其信息的准确性 尽管如此 这份报告无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关于这份报告及其对国际安全的深远影响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争议 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份备受关注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由美国空军大学辖下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发布的 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火箭军的快速发展及其潜在的战略意图 这份报告早在2022年10月发布 共有255页 其内容涵盖中国火箭军的组织架构 指挥系统 装备类型 及其部署地点等 报告的强大信息 搜集能力 让人惊叹 甚至精确到基地的精维度坐标 根据台湾军方的估算 中国火箭军每个导弹旅的编制为4至6个营 每个营配备36辆发射车 并且每辆发射车装载4枚导弹 报告表明 中国火箭军在2017年至2019年间 扩增了10个导弹发射旅 10总数增至39个旅 增长幅度达33% 如果我们将这些数据与美国国防部 在2021年底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 进行对比 更可以看到中国火箭军的快速发展 美国国防部预测 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从现有的350枚 在2027年增至700枚 并在2030年突破1000枚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位于台北的前雄风三型飞弹 总工程师张成指出 中国火箭军的快速扩展 可能是为未来大规模生产核弹头做准备 根据张成的分析 中国火箭军在执行打装编训原则 即准备好相关编制 装备导弹后 及具备作战能力 报告详细披露了 中国火箭军的九处基地 六个主要负责各类弹道导弹的作战任务 各基地如安徽黄山的61基地 云南昆明的62基地 甘肃兰州的64基地 辽宁沈阳的65基地等 分别负责不同的战略方向和任务 61基地重点在于东南部地区及台湾海峡 部署了大量短程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 甚至有无人机队驻地 62基地则主要负责东南亚及南中国海 配备了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和和常兼备的洲际弹道导弹 不仅如此 62基地还可能是中国火箭军第一个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旅的驻地 值得注意的是 624旅在2018年以防到海南岛 承担起南中国海潜在冲突中的反舰反介入区域拒止任务 64基地和65基地则在近年来显著扩边 显示中国火箭军在这些区域的战略重要性不断提升 报告还指出67至69基地分别负责后勤、核弹头管理及运输、防护以及工程保障、试验训练等勤务 火箭军指挥学院和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详细信息也在报告中被列出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 不仅在于其细致入微的情报、收集能力 还在于其背后反映出的国际战略博弈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紫云分析 美国通过多种手段 包括网络、公开信息、人工情报以及侦察机的电磁信号搜集等 掌握了相当全面的中国火箭军情报 而美军在太空部件的450多枚人造卫星组成的星座 更具体掌握了解放军基地的位置及发射车的机动路线 苏紫云认为 美国掌握这样的信息将在战时拥有巨大的优势 比如在台海冲突中 美国可以根据中国火箭军的导弹发射和补给节奏 制定相应的拦截及反击策略 美国或许会采取第二机策略 即在中国火箭军发射第一波导弹后 迅速进行报复打击 从而削弱中国的打击能力 然而 也有不同的声音 香港的凤凰卫视评论员宋忠平认为 美国高估了自己的情报 搜集能力 而低估了中国解放军的保密能力 他指出 美军的这份报告 更多是会整网络上流传的信息 其可信度值得怀疑 宋忠平还表示 美国情报机构习惯 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 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军费预算 尽管如此 宋忠平也不否认中国火箭军 确实是解放军近年来发展的重点之一 中国火箭军奉行和常兼备 全局设战的原则及同时具备核武和常规武力的打击能力 确保在冲突中具备一定的威慑和报复能力 防止冲突升级 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 中国火箭军目标是在2027年具备对台湾及第一岛链范围内目标 进行远距精确打击的能力 并在2050年达成核天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及航天卫星科技与核打击的结合 综上所述 美国空军大学的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国火箭军的迅速发展 及其潜在的战略意图 无论是从中国增强自身防御能力的角度 还是从国际局势的宏观视角来看 这无疑都将对未来的国际安全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在探讨完这份报告的背景和内容后 我们还需要考虑其背后的更广泛的战略意图 中国火箭军的发展 不仅是为了增强其军事威慑力量 也是为了在国际战略博弈中 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美中之间的博弈 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更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美军通过这份报告 展示其情报搜集能力 或许也是一种战略威慑手段 意在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 中国火箭军的快速发展 也引发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警觉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都在加强自身的军事准备 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这也促使区域内国家间的军备竞赛 进一步加剧 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 此外 这份报告也对台湾产生了直接影响 台湾在面对中国火箭军的强大威慑时 一方面需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 另一方面也需要寻求更紧密的国际合作 尤其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合作 台湾的防空系统 导弹拦截技术 及预警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以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从更广泛的国际视角来看 中国火箭军的发展反映了全球核军备竞赛的升级 无论是美国 俄罗斯 还是其他核大国 都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核武器 及投送能力 这种趋势 不仅增加了全球安全的不确定性 也对核裁军进程 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后 我们还要看到技术发展的双刃舰效应 高超音速导弹 无人机技术 太空侦察等 新兴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 一方面提升了军事能力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技术扩散的风险 可能导致小国或非国家行为体 获取先进军事技术 从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冲突 总结一下 美国空军大学的这份报告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全面了解中国火箭军迅速发展的窗口 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全球战略平衡 地区安全及技术扩散的深刻思考 在未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与变化 为大家带来更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感谢各位的收看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节目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有深度 有见地的分析和讨论 再见 美军公开中共火箭军所有基地坐标 评论 这样水平怎武统台湾 自由亚洲 话说当今国际间的军事情报站 可谓水深火热 孙子兵法都得汗颜 就在这个时刻 美国空军大学 Air University 突然丢出了一颗情报炸弹 这颗炸弹不是一般的 而是一份长达255页的解放军火箭军研究报告 内容之详尽 连中共火箭军的司令部坐标 人员位置 后勤 指挥架构 都被扒得一清二楚 仿佛在说 我们看的可不只是你家的窗帘外景 连你家的冰箱都快数出来了 中共火箭军 这名字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中的未来部队 其实前身是1966年成立的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 简称二炮 这个二炮可是中共军事力量中的弹道导弹狂热者 负责陆基和导弹和常规弹道导弹 当年的二炮就像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小伙子 导弹库存少得可怜 性能也相当不成熟 射程短 威胁力有限 可即便如此 经过几十年的疯狂成长 这位小伙子如今已经变身为全副武装的壮汉 令人不敢小觑 这份报告指出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中共火箭军的发展步伐稳定且坚韧 到了1980年代 他们凭借东风五行 DF-5 洲际弹道导弹 成功将导弹射程延伸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本土 这个成就仿佛是中共在向全世界宣告 嘿 我们也有能打到你家的东西啦 1980年代对中共火箭军来说 真是个开创性的十年 他们不仅开发了第一款公路移动弹道导弹系统东风21型 DF-21 还将常规导弹和核导弹搬上了战场 这种双剑合臂的策略在1990年代初引入了东风11型 DF-11和东风15型 DF-15短程弹道导弹 此举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作战能力 让美国空军大学的研究团队也不禁感叹 这可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报告还指出 中共二炮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的扩张步伐 更是加快地让人目不暇接 1980年至2000年期间 新成立了四个旅 其中三个旅配备了最新的武器系统 而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 他们更是疯狂地成立了多达11个新的旅 导弹库存也越加丰富多样 包括地面发射的长箭石型 CJ-10巡航导弹和东风31型 DF-31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扩张速度让人不禁感叹 这队伍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进入新迁徙年后 中共火箭军的壮大进程依然不减 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 他们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并增设了13个新的旅 还引入了更加强大的武器系统 如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D型 DF-21D 射程更远 能力更强的东风41型 DF-41 双核常规的东风26型 DF-26 以及高超音速滑翔车 HGV 东风17型 DF-17 报告指出 从2017年到2019年底 中共火箭军至少增加了10个新的导弹率 从29个旅猛增到39个旅 规模在短短三年内增加了33%以上 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速度 可谓火箭般的增长 即便在2021年 中共火箭军的紧急洲际弹道导弹部队 也在大规模扩张 这支部队从最初的短程 不成熟的弹道导弹组成的小型部队 演变成为一支庞大 现代化的军队 拥有广泛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平台 美国空军大学的报告团队 试图利用各种主要的中文资料 汇集了大量有关中共火箭军的讯息 包括每个部队的历史 任务 位置 领导层 装备和部队结构等方面的资料 希望能够填补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空白 成为解放军研究界的宝贵资源 然而 尽管这份报告揭开了中国弹道导弹部队的神秘面纱 但在许多方面它仍然十分神秘 报告团队强调 他们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公开的中文资料 但解放军的讯息审查程度异常之高 且资讯封闭性强 因此报告中的许多细节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美国空军大学的研究团队希望 这份报告能够促进学术界对解放军部队的进一步了解 并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份报告一经公布 立即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强烈关注 许多评论指出 中共军方的透明度实在令人堪忧 特别是在当前两岸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这份报告的出炉无疑将引发更多的讨论 有评论指指 中共军方这样的水平怎么武统台湾 这句话颇有些调侃的意味 但也凸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军事透明度的疑虑 在国际军事情报站的舞台上 美国空军大学这一招无疑是一次打脸行动 不仅揭开了中共火箭军的神秘面纱 还让世界看到了这支部队的迅速壮大和现代化进程 然而 这份报告也引发了更多的疑问 中共军方的实力究竟如何 他们的目标和战略又是什么 在这场军事情报站中 谁将是最终的赢家 总之 这份报告不仅让中共火箭军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焦点 也让我们看到了军事情报站的激烈竞争 在这场情报站中 每一份资料 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左右局势的关键 美国空军大学的这份报告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让我们对中共火箭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然而 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未来的军事情报站将会更加激烈和复杂 谁能掌握更多的情报 谁就能在这场战争中占据优势 这场军事情报站才刚刚开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火箭军的迅速发展是否意味着大量生产核弹的准备 首先 我要说的是 这份美空军大学的报告无疑是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中国火箭军自2017年以来增加了至少10个导弹发射率 这种扩张速度不可忽视 这难道不是在为将来的大规模核武生产做准备吗 大家都知道 未雨绸缪这个词语 难道中国火箭军在这方面不是最好的例证吗 天书 你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唯言耸听 中国火箭军的发展完全是为了国防需要 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屯粮备战一样 这是防御 不是进攻 美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军事发展总是戴着有色眼镜 这份报告完全是为了渲染中国威胁论 好让美国军方争取更多的预算 你自己说说看 有了这么多的国防预算 美军真的安全了吗 奇奇 这可不是什么有色眼镜 而是真实的情报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 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从现行的350枚增加到2027年的700枚 甚至到2030年突破1000枚 你说这只是纯粹的防御 那么为什么连台湾的前雄风三型飞弹总工程师张成都表示 中国火箭军的快速扩张是为未来的大规模核弹生产做准备 这种打装编训的策略不就是为了未来可能的冲突做准备吗 天书 你这么一说好像中国就成了战争狂人 要知道解放军的核长兼备 全局设战的原则 目的是要达到自卫和威慑 防止战争的发生 你倒是说说 为什么美国自己的核武库一直没有减少 还有那么多的盟友要靠着美国的核保护伞 这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 美国可以有核武器 中国就不行了吗 如果真的开战 美国的星座卫星系统能保证什么 难道又来一场星球大战 齐齐 你这种你也有 我也要有的想法 难道不觉得有点孩子气吗 事实摆在眼前 美军的情报能力无疑是非常强的 无论是2C E35侦察机还是人造卫星 都能具体掌握火箭军的动态 再说了 苏紫云的分析也指出 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 中共火箭军可能只有一次发射机会 这不是说美国要挑起战争 而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玩火 那被拔掉和牙齿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天叔 你这话说的好像台海问题是美国的事一样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有些人总是喜欢在这里插一脚 再说了 苏紫云的分析 那也是在美国资助的智库里说的话 能有多中立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说 您教我赴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赴我 美国是不是也在这么想 中国火箭军只是想要有一个安全的家园 不是真要去武统台湾 搞清楚 这不是星球大战 这是国防需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开一场高科技竞赛的面纱 这场竞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展开 目标是实现梦寐以求的清洁能源 核聚变 中国在这场竞赛中砸下重金 甚至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核聚变技术园区 并组建了一个包含其最大工业公司的国家核聚变联盟 与此同时 美国的核聚变科学家和官员们越来越担心 美国的早期领先地位正在迅速消失 中国的核聚变研究人员全天候三班到工作 拥有的核聚变科学与工程博士数量是美国的十倍 美国能源部核聚变能源科学办公室主任JP Elaine指出 中国每年在核聚变上花费约15亿美元 几乎是美国政府预算的两倍 虽然科学上的突破可能会造福全人类 但美国担心这会让中国在日益激烈的能源资源竞争中占的先机 究竟谁能在这场竞赛中脱颖而出 仍然是未知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场高科技竞赛 涉及全球未来能源的希望核聚变 本文来自华尔街日报 由Jennifer Hiller和Shaw Huard撰写 并更新于2024年7月8日 文章讨论了中国和美国在核聚变领域的竞争 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快速发展 核聚变被誉为能源的圣杯 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形式 它是通过将两个原子核融合成一个更重的原子核来释放大量能量 这与太阳的能量产生方式类似 尽管科学家们一直努力实现可控核聚变 但这种技术面临诸多科学和工程上的挑战 文章指出中国在核聚变方面的投入远超美国 中国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核聚变技术园区 还启动了一个包括其最大工业公司在内的国家级核聚变联盟 中国的科研团队几乎全天候工作 以加快项目进展 此外 中国在核聚变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生人数是美国的十倍 由于中国的这种高投入和快速发展 美国官员和科学家开始担心 美国在核聚变领域的领先地位可能会逐渐丧失 据美国能源部核聚变能源科学办公室主任J.P.Allain表示 中国每年在核聚变上的投入约为15亿美元 几乎是美国政府核聚变预算的两倍 而且中国似乎在执行一项与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2020年发布的商业核聚变能源路线图类似的计划 核聚变的工作原理包括磁约束聚变 这里磁场被用来捕获和压缩等离子体 以实现核聚变反应 美国在使用激光创建核聚变反应的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许多专家认为 商业化最可能首先出现在磁约束聚变这一领域 中国在核聚变方面的努力不仅限于资金 位于中国东部城市合肥的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于2018年开始建设一个近100英亩的磁聚变研究和技术园区 该设施预计明年完工 但已经在部分运行并专注于技术工业化 此外 中国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级核聚变公司 由中国国有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牵头 联合国有工业公司和大学 共同推进核聚变能源的研发 这一竞赛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因为尽管核聚变的科学突破可以造福全人类 但在能源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美国担心这会使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领先优势 中国已经有一个快速发展的核技术产业 并在建造常规核电站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 美国在核聚变技术上的投入也在增加 拜登政府在2022年设定了在10年内实现商业核聚变能源的目标 并在最近的预算提案中请求了10亿美元用于核聚变研究 不过美国的核聚变预算增长缓慢 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 使得美国研究生院可用的研究拨款和资助职位减少 在这场竞赛中 不同的国家和技术路线都有各自的优势 尽管中国在资源和组织上的优势明显 美国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方法上也具备独特的优势 例如美国的Hell Ion和 Commonwealth Fusion等 私营公司在核聚变领域的技术研发处于前沿 但中国的大部分资金直接用于建设能够与这些公司竞争的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竞赛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层面的竞争 中美之间愈发对立的关系也使得国际合作变得复杂 尽管核聚变科学自1950年代以来就开始国际信息交换和合作 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这种合作面临挑战 总结来看 核聚变的竞赛不仅关乎技术突破 更关乎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塑 谁能率先实现可控核巨变 将在未来的能源市场中占据巨大的优势 这场竞赛的结果尚未可知 但无论是中国的高投入和快速发展 还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感谢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主持人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解析全球热点话题 敬请关注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剖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最新动作 特别是他在北约峰会期间的影响力展示 中国不仅与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还积极接触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试图加强与这些北约成员国的关系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联盟必须关注亚洲局势 并指出中国与俄罗斯的联盟对欧洲构成重大威胁 美国参议员詹姆斯 李施也在报告中呼吁北约对中国的威胁做出实际应对措施 此外 匈牙利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也在持续升温 特别是在电动车和电池生产领域 更多精彩内容 包括中国在欧盟数据请求上的法律挑战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计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聚焦一份来自Politico China Direct的文章 由Stuart Lau和Falem Kine撰写 探讨了中国与北约 NATO关系中的最新动态 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中国在北约峰会召开之际的一系列举动 以及相关各方的反应 首先 文章介绍了中国与白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进行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重要盟友 目前正受到西方的制裁 这次军事演习的地点选在布列斯特 一座毗邻波兰的白俄罗斯城镇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称 这次训练旨在提升参演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协调能力 同时深化两国军队之间的实际合作 前白俄罗斯外交官帕维尔·斯隆金表示 这可能是两国现有军事合作的升级版 因为他不记得在白俄罗斯有过类似规模的联合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北约基地由美国运营 波兰总统杜达的办公室没有就杜达在两周前访问中国时是否被告知此时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 文章提到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需要将目光投向亚洲 并称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出席表明世界变得更加复杂 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CBS采访时说 中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 并表示 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 这不仅会鼓舞普京 还会鼓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此外 文章还提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有意加入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SCO 埃尔多安在阿斯塔纳参加该论坛年度会议时称 希望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习近平则称埃尔多安为志同道合的伙伴 并表示中途两国在巴以冲突 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 持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在另一边 美国参议员詹姆斯·李施发布了一份报告 敦促北约正是中国对联盟的威胁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包括为可能发生的中欧军事冲突做准备 提高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 以及阻止中国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访问莫斯科后 也前往北京会见习近平 并随后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欧尔班在会谈后发推文称 中国将继续努力为和平创造条件 习近平则强调 只有所有大国都发挥积极影响 才能尽早看到停火的曙光 在经济领域 匈牙利将主持一场欧盟 关于电动汽车生产竞争力的会议 匈牙利是欧洲吸引中国公司 投资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的主要目的地 与此同时 主要的欧洲干预生产商 将在北京举行的反倾销调查听证会上出席 在科技方面 中国扫描公司NECTEC 请求欧盟最高法院取消欧盟委员会 关于数据共享的要求 NECTEC认为 这种要求会迫使其违反中国法律 在美国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宣布 计划推出一揽子 针对中国的立法 旨在应对其对美国的威胁 约翰逊称 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计划包括对中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并限制对华投资 台湾也在这一系列事件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台湾驻美代表表示 北约应在峰会中讨论 其在印太地区的未来角色 并提出台湾问题 德克萨斯州州长宣布 将在台湾设立贸易办事处 以加强与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合作 在对日本的态度上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 伊曼纽尔批评中国 对日本海产品的禁令是经济胁迫 该禁令是在东京批准 从福岛和电站向太平洋排放废水后实施的 最后台湾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 巩固了其与美国的紧密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在华盛顿 而且在各州首府都得到了坚定的支持 在对这篇文章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首先 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事演习 无疑是在北约峰会前展示肌肉 向西方表明其军事合作的深化 选择在波兰边境进行演习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欧洲的直接挑衅 其次 土耳其和匈牙利与中国的接触 反映了北约内部的分歧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 却积极寻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这显示了其在国际事务中 寻求多边合作和自主决策的倾向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更是频繁 与中国和俄罗斯接触 这种行为可能会削弱北约 在应对共同威胁时的统一战线 在经济层面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以及NECTEC请求欧盟法院取消数据共享要求 显示了中欧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复杂关系 这种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反映了全球供应链和技术主导权的争夺 从美国的角度看 参议员李施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动议表明 美国正加紧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包括在经济 军事和外交等多个方面 最后 台湾在这种复杂局势中的角色不容忽视 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 台湾不仅巩固了与美国的关系 还试图在更广泛的国际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今天六度解析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我们的分析能为您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想成为全球沟通达人吗 六du 人工智能语音科隆技术帮你实现梦想 在这个新时代 语言障碍已成过去 我们隆重推出六du人工智能语音科隆系统 这项由欧美亚顶尖专家研发的突破性技术 让你可以克隆自己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成145种语言和方言 提升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日本参加商务会议 在巴西上课 或与意大利的朋友畅聊 而这一切都用你自己的声音 它们的语言进行 操作简单 只需点击几下 无需复杂的科技知识 就能享受无缝衔接的体验 让世界向你敞开 从商务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 企业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多语言学习 媒体可以创作更丰富的内容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今天就来体验这项革命性技术吧 访问 迈向你的声音无国界的未来